大家好 最近发现我车库里面 地上有油 所以我一开始怀疑是那个发动机漏油 发动机漏油的话呢 主要是发动机我这个本田的车的侧面 就这个位置 但是我看了地上不是这个位置 后来发现是这个发动这个汽车那个方向 转动把动力转动盘 叫Pogger Steering Fluid漏油了 那么主要是这个returning hose下面漏油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这里有一个high pressure hose 两个 有那个orin都换了一下 你看这就是两个orin 一大一小 对吧 然后呢 我就把两个都换 那么这个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工具呢 就是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那个 一直开刀或者你可以找一个什么工具叫pick 可以把orin从这个 上面拿下来 所以本 是这个操作的所有的那个那个工具要用的这么一个小帮手 还有比如说是个10个毫米的那个帮手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10个里面10个毫米10个毫米的帮手 就是这个 对吧 可以把这个 可以把这个螺母拧下来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是 是换上面两个 高压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 用个10个毫米的那个socket 对吧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把它拿下来 然后下面这个 returning hose的话 它那个 那个螺母是在这下面的 在这里面的 所以你必须用搬手通过这个 这个皮带这个地方就这么一点小小的空间插进去 然后拧下来 换好就好了 但是呢换好这我发现了我这个地方呢 还是一点小漏油 最后呢我发现我在我那个 高 high pressure returning hose 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 就这个地方 看看 你看有列纹的 就是这个 在那个发动机发动起来的话 这里开始漏油了 所以呢这个管子 的话 那么这个管子换的起来就是比较麻烦 因为什么呢 这个车子必须要车底下 车底下的话 你看这个end 它是连到那个 车底部去的 那么好 由于这个我这个honda odyssey 下面空间有性 那么必须要把这个 最好的方法 或者是说 看起来也挺好的方法 但是有点破坏性的方法 就是要 把这个线给切断 切断之后呢 你用这个socket 这个socket呢 是个14个毫米的socket 你看到没有 是个14的 14毫米的socket 这样进去 之后呢把它拧下来就好了 否则的话没有空间 你也可以看到了我这样切的时候啊 你看到没有 都是要斜切的 斜的切 这样切 我这样如果立的起来 里面空间都不够 对吧 等你换下来之后呢 就是说 先拆的时候嘛 就是从把这个 把这 这12 这两个固定在车上的把它拧下来 然后这个sensor拔下来就好了 把这个end拿下来就好了 装回去的时候 你就先把end装回去 然后这两边 再固定住 对吧 在车底盘一下 然后这个sensor 一插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也是固定住 对吧 最后那个放回到那个 那个power steering pump就好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次的工作呢难就难在 怎么把这个end拿下来 非常的难 只能通过切的方法 对吧 好了 所以本次的 视频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工具呢 就是一个 14毫米的 4毫米的 extension socket 如果你要换那个returning hose 那个all ring的话 你还需要一个10毫米的range 必须要有range 这个socket根本插不进去 必须要通过这个range 可能 每次转个60度这样 慢慢拧 慢慢拧就好了 好吧 然后呢 最后把fluid加好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换之前嘛 你可以 把这个fluid 先清空 把它吸出来 用这个专门的工具把它吸出来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呢 还是清理不干净 最后下面 还是要订这么一个 绿盘把它接起来 就好了 好吧